之前我看過有人寫香港男朋友 你是怎麼回事啊? 我那時候決定要化療的時候 我那時候正很害怕再找醫生 我就整個焦頭爛耳要找醫生 然後他也是打電話 現在怎麼樣啊 雷準備怎麼樣啊 我說 我說就是醫生啊 剛剛那個醫生就是說要化療什麼什麼的 他就說 如果我是雷的話呢 我絕對不會化療的啦 我不會說那個得癌症我還去治療 那治療花了三四百萬 結果他就死掉了 我一定就是把這個錢拿去環遊世界啦 然後我就說 喔 是喔 喔對啦 我說 我說那 他說我絕對不會把那個錢拿去治療 我就是環遊世界之後 然後我再去摸摸死啦 然後我就想 怎麼回答 我十幾年前認識的一個男的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朋友介紹嘛 介紹之後呢 我們就 我們就交往一段時間 嗯 可是後來不知為什麼了就停了 我覺得這樣推算起來應該是他離婚之後吧 嗯 離婚之後呢可能就想到我了 我就說他離婚啦 離婚啦 我說那你有小孩嗎 他說沒有啊 嗯 但是我總覺得跟他相處就是蠻奇怪的啊 後來才發現 他其實 雖然離婚 但是他有小孩 可是他是 隱瞞我的 蛤 我有問他 我就問他說你為什麼要騙人 他不是有誠意的啊 嗯 可是那時候我們已經決定說要交往了 然後 直到我後來 身體檢查發現我有癌症的時候 欸 我發現他的反應也很怪啊 我問他說那 你可以 就是我開刀自己給他嗎 我想說他應該很正常就是 喔那我就是飛來台灣陪你 沒有 他就 正常是這樣 對啊 可是他那時候講說 他那時候說 喔 那 嗯 你開刀 那你就大概 大概一、兩個月復原 那復原的時候我再來陪你 我說 蛤 嗯 怪怪的嘛 但是還 我太笨了 我說 喔 是喔 他說 對啊 雷快刀啦 那那個 我確實我又不是醫生 我確實那邊也沒有用啦 那你就 你就好好消養啦 等到臉恢復的時候我再去看雷啦 然後我就 嗯 好像蠻有道理 就是沒想到我開完刀出來之後 我就覺得 因為開刀就是推我進去的人 全部都是 教會的弟兄姊妹 每一個都 跑過來 然後牧師也緊張兮兮的 我想說 欸好像這樣是蠻正常的喔 對啊 啊不是男朋友嗎 男朋友不是紅毛耶 咧啊 很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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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對勁 對 那他兩個月後有來嗎 他有來啊 他來的時候就是去 就是想說 煮東西啊 他就說 喔 雷知道嗎 我今天去幫雷買這個什麼囉 所有人要給雷煮飯啦 雷知道我CEO的啦 我這樣子來幫雷也要當醜色的啦 因為我化療我非常的不舒服嘛 那他還是要要求就是 一直要 然後 視訊啊 打 奪命追魂call啊 然後又沒有什麼幫助 只要是 問我 他就問我說 啊 雷 雷怎麼樣 雷好不好啦 我說我好累喔 小兔 他說 OH SHIT EAT啊 然後 沒有了 他不會想說 你會不會能夠 支撐的做這個 龐大的醫療費 他先跟我講說 我就是沒錢啦 在我還沒生病之前呢 告訴我 這個 我車子有多貴 這個愛 我沒辦法經營 所以你在這段之後就再也沒有在碰感情 一方面也是我在治療 我在治療 我沒辦法碰感情啊 有這種 有這種準啊 有人會想說來照顧你這樣 嗯 可是當我得到 癌症四期之後 我想法完全變了 完全變了 就是 你現在覺得 你要照顧我好啊 來 快點 你要怎麼照顧 你是要 是要人照顧 還是要錢照顧 還是要什麼 我OK 就是覺得戀愛這件事情 其實也挺有趣的 我真的沒有好好談過戀愛 我願意開放可能性 就是誰要跟我約會 我就OK 誰要幫我介紹 我就OK 然後去 快樂的去體驗生命 嗯 你